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OK 这个有相关两个民调很有意思 说扩大幼托补助的施政满意度 OK 这大概有44%的满意度 那大概有45%的不太满意度 我想相当的意见是接近的 那我想这个幼托这件事情 对于年轻的家庭来讲 是一个非常需要政府协助的 所以你看年轻的朋友们 都给相对高的满意度了 OK 那区别来看 倒还有在全台湾都蛮平均的分配 可现在议题 小朋友议题是一个普遍性的地理 区隔上是一个非常平均的议题 另外有关国防的问题 国建国造国防自主的施政满意度 那满意度大概是多少 40点多一点 OK 那不太满意度的话 大概比较偏高到58% 48对不起对不起 OK 好 那支持度来看的话 这个年轻的朋友们 大概满意度都比较高 OK 像这个20到29岁28非常满意 25还算满意加强都过半了 那这个30到39岁也接近过半 48个%左右了 那年龄层比较高的朋友 相对支持度就没那么高 你怎么看这两份民调 OK 你来看一下 我觉得这样就是说 其实在民主国家 一个总统他的满意度要很高 我觉得的确是一件困难的事情 那你分项来看为什么比较高 大家觉得这政策OK还不错 可是整体却很差 我觉得那个有一点是整体的印象 就会是负的 是 所以我觉得要把那个整体的印象 说我要讨厌这个人 就要把这个印象给打破掉 是一件辛苦的事情 那所以我觉得对于蔡英文的政府来说 他的确有努力在试图多一点 让大家有好印象这件事 所以他必须要透过各种可能的方式 去累加好一点的印象 因为124的确证明 我好讨厌你 这印象真的超烂的 不管你做什么你都是错 我就是因为我压根不喜欢你 所以我觉得那个是一个在调整修正 让你不要那么的讨厌我 所以我必须要加强一些 可以让你感到有兴趣 感觉到你还不错 还挺有意思的 那种好的印象分数 我觉得他在做这些 他也必须做这些事情 那他是不是太过偏重在跟网路 我觉得网路当然是一件重要的事情 你的确应该要打进去 LINE也是 那他也在LINE上面加朋友 加的速度非常快 我觉得他的方式是说 因为在网路上 因为在LINE上面 他更有机会和更有可能 去打入那个逸温层 因为他必须要让逸温层的人 对他改变坏印象这件事 所以这些都是累加的 他也不会说一天之内 说对你突然间变得超美的 我对你爱死 不可能 所以就是一点一点慢慢做 他正在努力的试图慢慢做 那所以你说很多的政策 惹怒了一些人 每一个政策惹怒不一样团体的人 这些是事实 那惹怒不同团体的人 有很大一个原因是 你的确过去做的手段不好 你的手段引起了争议 引起的纷争 你没有去及时有效的止分 这个是他的错误 那我会觉得说 他或许也知道这样的错误 所以他一直在试图 尽可能的修正过去的错误 我打算你一下 这张手板我那天科市长 在访问的时候 我跟他拿出来 他说他去日本 要去日本访问 他想听听日本这个国家 很多地方跟我们台湾很接近 他想去那边学习一些 他没学过的 甚至他做不好的东西 我跟他分享我的老朋友陈永峰 他是东海大学跨领域日本区域 研究中心的执行长陈永峰陈教授 他在日本待了二十几年 他讲这句话 他说我们国家要像日本一样 我们的国家需要一座变电所 什么叫变电所 要把进步的理想的理论的超高压电 变成安全可靠的民生用电 民进党在领导中华民国这个国家 他的理念很进步 可是这进步的理念要落实到凡间 问题就出来了 大家就觉得这个怪怪你的绿能政策 国家变成一个绿能国家 好 但是这实践的过程为什么 我看到很多当初赞成后来都出来反对 我说你记住 我问你的信念怎么这么容易被摇动 可是事实上大家谈的不是信念的错误 是执行方法有没有更稳健的 更沟通的 更循序渐进的 这个就是我刚刚讲的 所以这个部分你来看 有没有理念对 但是执行不对 那这个要怪谁呢 所有的怪 所有的错 都是总统必须一个人打 你认为总统要承担 对啊 所以他的民意支持度 永远不会有行政院长来得好 来得比院长低 因为他才是我们选票选出来的那个人 所以你不管是目标好手段坏 或者是目标坏手段坏 各种排列组合 所有要承担的都会是总统 那我的确觉得说 有很多的手段是错的 那这些错也希望说 他能够深切的知道 所以他慢慢的 试图要改变那些过去的错误的手段 是回到老师这边 我中间插一个 这个游云龙游老师他做了民调 他是台湾真的专家中的专家 他在2019年的今年4月份 公布一份民调 他说七项特质评比 蔡英文vs赖清德 OK第一项关心一般老百姓的需要 蔡总统认为他得高分是21.3 赖院长是53.9 赖院长比蔡总统更关心老百姓的需要 就是负差32.6 蔡总统输给赖院长32.6% 促进台湾经济发展 蔡总统23.2 赖院长52.3 他输给赖院长29.1 为台湾带来所需要的改变 蔡总统24.6% 赖院长52.8% 他输给赖院长28.2% 具有强有力的国家领导能力 这很重要 这是领导人特质 蔡总统26.3% 赖院长52.7% 他输给赖院长26.4% 诚实且值得信赖 蔡英文27.8% 这是国家领导人重要的 所谓心理素质 或是道德素质 赖院长47.6% 他输给赖院长19.8% 处理复杂的两岸关系 蔡英文30.7% 输给赖院长41.9% 不是大家骂吗 说赖院长你是一个务实的台独工作者 大家说台独要怕死 蔡总统是一个务实派的 所谓维持现状派 为什么在这个议题上面 还会输给赖院长11.2% 提升台湾的国际地位和尊严 蔡总统得分33.5% 赖院长得分42.8% 所以唯一输最少输9.4% 全面性的各项重要评比来看都输了 您的观察呢 这场初选要怎么打 我再跳开一下 对 您的观察 我觉得刚刚实际讲 其实某种程度就已经是个答案了 蔡总维他是个总统 赖清德是当行政院长 但期间也没有很长 所以人民是对整个台湾在过去 民进党执政的过去三年 打了一个分数 这个付出其实不满意了 那谁要负责就是蔡英文 所以整体的分数就是蔡英文 就是不及格 所以你拿任何人来跟他比的时候 显然蔡英文都比不过别人 尤其赖清德自己 他有不错的形象 他的外貌也好 他的社会虽然比较的保守 但是他基本上来讲 就我跟他同事过 算是个正派的人 因为对蔡英文没有期待了 你已经当了总统了 行政院长甚至很多部位首长 都是你总统决定的 那你私政的成绩这么差 对你没有期待了 但对赖清德 他虽然有在台独问题方面 讲的话过了头 但是整体来看 他是一个比较像是个未知初 比较还可以被期待 一个是已经被打完了成绩 用过了一个东西 另外一个是没有的 所以对没有试过的人 他就有一个期待 还有对未来的期待 对对对对 然后蔡英文最重要的原因来解决说 不管你说什么 你执行能力真的是很差 譬如说我们讲这个 你们刚刚讲绿能的问题 是 好像核电的问题 很多人感觉就是说 你干嘛一定要把核四 这样子形统把它废掉 因为你想要搞绿色的能源 很好大家都喜欢 可是你不能够这样子 随随便把几千亿的东西 就把它丢掉不要了 然后你也不可能一下子可以到达 你所承诺的什么再生的能源 的发电的问题 能源配比 这个理想的配比 那个做不到 那根本是骗人的 现在就会告诉你 那就骗人了 去年就会告诉你 那是骗人了 那是不可能做到的事情 所以人家就觉得说 你这个总统是没有摩电后动了 譬如就讲一例一句也是一样 刚才几位也讲过 你连修两次 你修的时候 命令说这个一例一百零五年年底 就要给他通过 而且通过要立即实施 人家说是不是观察一下 他命令一定要立即实施 结果一年以后 你又再修第二次 我告诉你 现在他想不想修 其实他是想在修的 是行政院反对 谁说我们用行政的措施来解决好了 所以你等一下就觉得说 你当一个总统人 这么重要的事情 你竟然就这样很草率的 就有所承诺 然后就去立法 就去修法 就做不成 而且最重要的其实在回归到 最后我一开始讲的 就是选票跟超票的关系 你要投票日的时候 那时候是雷根修理卡特就这样 各位你要去投票了 你投票的时候你先摸摸你口袋 你跟你以前 卡特上来以前你比比 你的超票是增加了还是减少了 每一个就摸一摸 果然是减少了 所以大家就投票给雷根 所以你知道国家安全很重要 老布希是就某一个人来讲 是美国英雄 破完战争打得多漂亮 对不对 他倒霉的是战争打完不久 经济就开始摔腿 结果老布希就这样子 所以你说国家安全重要 可是对多数百姓觉得说 除非你现在在战争期间 或马上就要爆发战争的危机了 否则对他们来讲 最重要的就是我口袋的钞票 所以口袋钞票少 是普遍人民的感觉 刚刚大家不讲 渔民吗 农民吗 是民进党的忠实支持者吗 我告诉你 你就是我老爸也是一样 你让我的超票越来越少 这么多年来都这样 当然就没有期待了 我这边有 还在用一下鹰派语录这本书 他在这个第183页 蔡总统讲过一下 说转型正义 我们只有一次机会 其实我作为一个学管理的人 我最怕 我自己制定一个只有一次的机会 或是我的属下告诉我说 报告总监我只有一次的机会 一次机会是一个看似有决心 事实上是毫无准备的概念 对不起蔡总统就这样批评 这概念叫做 叫做渐进主义 incrementalism 他说渐进没有所谓的神奇规模 以前我们上课老师常讲这个 There is no magic size for an increment 一定一步一脚印 目标务必踏实 包括现在高雄准备选总统 那个韩国瑜 一样你从来没有基本的管理学的素养 你领导市政就有问题 你要选总统 我强烈的挑战你 你做好准备了吗 口号可以拿来唬人了吗 口号那么唬我杨洋家可以选总统 我是最会吹牛的人 不好意思我消遣我自己 希望能够照亮你 好好把市政做好 做总统的一样 了解什么叫渐进主义 国家的能源政策要转弯 不是我在我们小马FD说 我们两个骑脚踏车转罢就转 那是多庞大的一个东西 一部车辆 那要转个弯 谨慎 谨慎 再谨慎 理想从来不反对 高压电怎么变成什么 民生用电 是你未来一年很重要的课题 君老师不好意思 我在插头一直插总统 不是说黑他 因为这个权力大的人 都要盯紧一点都一样 不管蔡总统 陈总统什么都一样都一样 帮蔡总统讲几句好话吧 基本上就是期望越大 失望越大 所以人家现在温克兰 新当前那个 那个林委员说是 那个诸葛亮当前 他讲一句名言 他说没有承诺就没有失望 没有承诺就没有失望 他就当前 他没政见 他没政见 所以现在就变成这样 其实因为蔡英文 一直给人家一种 高高在上的那种形象 然后呢 你们底下又吃相难看 张华县长 卫民谷显速了去抬水 曾经在宜兰搞一搞又去抬肥 就是大家就感觉你们就是在那边分账嘛 分好处嘛 对 然后而且他说谦卑 他事实上一点都不谦卑 他们为什么会输成这样 非常的轻敌嘛 譬如说在韩国瑜在攻击你 这个陈局欠税3000亿的时候 在攻击你有5000个坑洞的时候 你理都不理 你那5000个洞是谁算的 没有任何一个单位出来算这个洞啊 就是一句话讲出来 然后3000亿你也不来解释说 前面就已经欠了1000多亿 换句话说他们觉得我赢了 我要赢了 所以他整个的那种心态 就造成了那种没有办法让 让跟人民的决于 虎雷老师未来存一年 总统要连任不能做OTPO 就完全president 不到一年了 已经靠两三天了 不能做OTPO 只做一任不能连任总统 你认为呢后面 他很多问题啊 譬如说他促转会 党产会这些东西 你我老实讲 你就是成立一个非法的组织 来没收人民的财产 来影响人民的 以前不是说 国民党的党产是万二的深渊 那小纳美赛还不理解 不是由你来决定啊 你看到法院打官司都输啊 这个我们认为这个东西应该处理 可是不是应该由你去 成立一个黑机关来处理的 你应该是交给法院去处理的事 所以让人家感觉说 你的所谓的改革只是斗争 趁机把国民党搞垮 让他永不得翻身嘛 那所以经济不好 其实跟刚刚讲 公教的那个退休金还是有关系 因为每个人 他的钱少了 他开始不敢花 可是国家的财政 没有办法负担啊 那蔡总统常讲算给你听啊 可是他又把负责 那你钱单计划又花那么多钱 是不是 你不是说没有钱 所以就变成这样 其实这个公教人员的这个问题 其实有一个很简单的解决方式 你也不用改这个改 因为改这个东西 其实我到现在 怀疑我到现在还不去试线 因为基本上你违反这个信赖保护主义 第二个你法律不出计划 你怎么可以去规定以前的 其实这个都站不住脚的东西 那其实你要做很简单嘛 就是所有的退休凤 以前退休金是克税的 就来克索的税就好了 你认为这样 对啊你拿的多的就克的多 拿的少的 而且你也不用去动那些法 而且你只是心理有条例 就要克税就好了 对不对 好 这样大家也没有办法说 某种另外一种角度 来调整他的所谓的利益 然后就要缺税 那么这句话 对啊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